中和極艦在海上 載著戰車準備登陸 沙灘上國軍弟兄 紅旗橡皮艇全都準備好 進行兩棲登陸預演 為了防止敵軍登陸突襲 3月16號國軍首度 在桃園逐圍沙灘進行演習 而今年的漢光39號演習 初步擬定將從逐圍沙灘 一路延伸到桃園機場 進行反空降 躲回機場的演練 對於桃園機場的內部的 這一個不管是航站大廈 或者是機場的跑道 那演習部隊就是在進行操演之後 就可以更加在戰術 戰鬥層面上面 可以發揮這個規劃的效果 預計是在7月27號 上午9點到11點半 模擬敵軍從竹尾海灘登陸 一路攻進車程 只有短短10分鐘的桃園國際機場 敵軍佔理性於航空的機棚 作為指揮所 六軍團部隊將會沿途截擊 我軍也會有裝甲車和友軍合作 將機場奪回 而外傳者演戲是 AIT要求國防單位進行 國防部發出聲明反駁 只是桃園機場 航班旅客都不少 正花一上午三個半小時進行操演 恐怕會影響航班調度 大批旅客也得改行程 國防還是會高於這種運輸 跟交通的需求 協調 同時時段可以調整的話 譬如說在清晨 就是航班最少時段進行 那麼我想就可以順利的舉行 這樣的演練 一旦國門失守 交通也會受阻 過往也有在松山機場 進行防空操演的經驗 這次擬定演練位置 來到桃園機場 進一步具體化防敵想定 加強國防戰力 華視新聞理事件 沈立榮綜合報導